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熟 第三百六十集 芈蕊和穆云把莫总办公室这一层的楼都逛了一遍 穆云还是比较满意芈蕊这个人的 一路上,总体表现的都比较冷静 莫云不喜欢姐姐喳喳的女人 她一直认为,说得再多,永远没有做出来的有幸福力 两人再次走进电梯以后,莫云再次开口说道 莫总这个人不喜欢被打扰 你其实基本没有什么要做的事 这会比在秘书组里面青春很多 芈蕊接话说 谢谢莫云姐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 没有人不喜欢聪明人 这样说起话来,会很少有猜忌 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 莫总莫云离开以后 明蕊这才回到秘书组整理自己宫位上的东西 这时候大家大多数都下班了 但明蕊还是得到不少人羡慕的眼光 这让明蕊感觉更加开心 但是她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以免被人说闲话 走进只有自己在里面的电梯 明蕊才露出那种自信而得意的表情 她知道这是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今天应该是明蕊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天了 明蕊从来到墨市集团报道时 她就想 自己有朝一日应该可以做墨千行的秘书 古语说得好 进水楼台仙得月 这下真的实现了 明蕊在心里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墨千行注意到自己 被明蕊惦记上的墨千行 现在刚刚要回到家里 宋燃转身 看见墨千行在厨房旁边的门上靠着 自己仿佛看见了 自己以后和墨千行的生活 开心地笑了 她今天知道了宋燃查宋尔伯的事 自己很想问问宋燃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这件事 但现在回到家以后 看见宋燃正在厨房里 跟王妈学着做饭 还有宋燃刚才看见自己笑的时候 这让她觉得 一切都很好 好得让她不想去破坏这一情 墨千行 她也不想去问什么宋二伯的事了 只要宋燃一直在自己身边就好 王妈看见墨千行 难得地收起自己严肃的外表 在这儿乖乖地站着 还有身边的宋燃正在认真地洗菜 王妈真心希望 这俩孩子可以幸福地在一起 冷飞飞自从跟齐军去见了她父亲以后 齐军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自己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网络上关于微腕趋势的消息 已经很少了 舆论通通导向 墨千行是清白的 这一切就像是网络上的一场雨一样 热度变成了墨千行的个人秀 连带着墨市集团都跟着沾光 冷飞飞感觉 自己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这下她也明白 为什么齐军没送她回家了 原来是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 越看手机 冷飞飞就越会觉得心烦意乱 她无处发泄自己情绪时 就想到了林雨柔 她现在很需要林雨柔 带她去挥一货去打发时间 打通林雨柔的电话 那边秒接 喂 飞飞啊 冷飞飞委屈地对着手机那头说 雨柔 我现在心情不好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我现在好烦啊 这算是冷飞飞 第一次对林雨柔说自己心情不好 以前都是林雨柔在这边抱怨 难得现在冷飞飞说自己心情不好 林雨柔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那我去接你 咱们两姐妹今天好好放松一下 玩一玩心情肯定会好的 两个女人碰面以后先去吃了饭 冷飞飞可能是心里实在有些憋屈 猛喝了一大口酒后 对坐在对面的林雨柔说 老娘喜欢齐君 很喜欢的那种 林雨柔还以为 冷飞飞这是最近 在网上看到齐君的妻子微弯去世了 就对齐君有了想法 齐君有什么好呀 你是不是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倩色奇异 算了 她笑笑 拿起自己的酒杯和冷飞飞碰杯 但是她只是小敏一口 缓缓说道 我喜欢墨千行 也算是近色奇异 一瞻眼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但是没用啊 她就是不爱我 冷飞飞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清酒说 雨柔 我觉得你跟墨千行是最配的 那什么垃圾宋燃 她就是个情妇 是啊 只有我才配得上墨千行 那宋燃算什么东西 她可是墨千行 杀父仇人的女儿 雨柔 你刚才说什么仇人 宋燃要是墨千行仇人的话 怎么可能还能当情妇呢 不不不 飞飞你不明白 墨千行的父母 都是因为宋燃父母才死的 我陪着墨千行 好几年都没能走进她的心 但可笑的是 她一看见宋燃就不行了 宋燃这女人 真是太让人生气了 雨柔 我替你感到不值 你放心吧 飞飞 我不会让她好过几天的 我可是知道她最近的动向 不说了不说了 咱们赶紧把饭吃完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冷飞飞听林雨柔这话 应该是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满意地点点头 两人又吃了几口饭以后 并换了一套撑场面的衣服 来到林雨柔说的 很好玩的地方 酒吧这种地方 确实是一个 能宣泄情绪最好的地方 两人疯到下半夜 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掏空了 才算作罢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